这考过驾照的人啊都清楚 必须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进入考场 可在魏南有位驾驶大客车的司机 他的年龄让人没有想到 在我身后呢是一辆合载37人的大型客车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 能开这种车的司机啊 一般都是技术特别过硬的老司机 但是就在前不久 魏南交警支队灵威大队的交协中队民警 将他拦荡下来的时候 却令民警们大吃一惊 一查吓一跳 被拦停了大客车 没有年节没有保险 号牌被注销 不过更让检查人员不可思议的是 坐在驾驶位上的这位司机 有着一张非常稚嫩的面孔 小伙子说自己是给自家饭店 接送包席客人的 今天刚刚送完一车办婚宴的客人 就被拦了下来 驾照确实没有 因为年龄不够 经过民警详细询问 小伙子姓杨为难本地人 今年时期说的都是虚碎 这个1999年11月出生的大客车司机 下个月才满16 真算是史上最年轻的大巴司机 如果去得A1的驾驶照 必须要有4州的3年以上的驾龄 同时由于年龄要到达26主席到56主席之间 才有资格去得 还差着10年才能申请这大型客车的机动车驾驶照 这小伙子就敢开着这车来回的接送客人 这技术怎么样我们先不说 我倒是很佩服他这父母的胆量啊 能让孩子去开这车 如果出了事 这不但是害人更是害己 害了自己的亲儿子 这会儿我们就找到了他们家所开的这酒店 让我们来问问他父母 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年4年我的有事 两人打电话出去 我那个时机有事了 我才可以往后找家 我去把人接好 按妈妈的说法 那天小杨是偶然应急开一次 但显然还为成年的小杨更加诚实 开这个车开多长时间啊 一年多 照小杨的说法 一年前15岁的他就开上车了 而这个大客车可不是一般人想开就能开得动的 你学着车怎么学的 我自己学 面对交警的批评教育 小杨的父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同时意识到 让未成年的儿子去开着没有任何手续保险的车 真是件疯狂的事 目前小杨驾驶的这辆三无车辆被交警部门暂扣 等待接受进一步处理